在我身边这台是小鹏最新版本的一款量产的电动车 名字叫G3 但是可能现在大家镜头前面看到这个版本 未必是最终量产版本 因为量产的车型是要到第三个季度才会正式发布 小鹏汽车一直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所以他们在不断地去探索一款车 应该怎么样去优化包括它的外形 包括它内饰的设计 还包括它的能量管理 驾驶性能操控等等这些东西 它是一直都在去做一些验证 去做一些实验的 比方说我身后的这台车 这是他们的所谓的1.0的版本了 之前YYP短暂的试驾过他们的beta版本 就是试作版 但这个1.0版本就是他们用一条生产线上面 走完整个的量产的流程下来的一台等于是实车的一个验证版吧 包括一些生产线上面走一趟看能不能把这个车做出来啊 然后包括在一些实际的道路使用上面 这台车会不会出现一些什么需要调整的东西啊 那就是在这台1.0版本呢去做这些实际上的东西的验证 那今天呢能够开的上路的呢就是这台1.0的版本了 那我们呢现在马上上车开一下这台车来试一下它的驾驶感受是怎么样的 你看我们跟一辆特斯拉就是你看着我看着你啊 大家瞅得对方都觉得新鲜 的确特斯拉呢是开起来这种电动车的先河 也让呢车企跟互联网企业跟科技企业呢 真的是拉上了一些关系啊 看一下它让不让我啊 OK 谢谢 OK 那除了特斯拉之外呢 那中国也有很多的这个初创的公司呢 它是选择了做电动车这个方向 其中就包括了小鹏汽车 但小鹏汽车呢其实它的这个实干的这个基因呢会强过于互联网公司啊 它其实不怎么讲故事就一直在研发产品一直在做产品 那包括一开始呢 YIP去试车的时候就感觉到他们的整个研发的中心啊 他们的研发团队是干得非常的热火 我瞧天看起来就特别像一个工厂啊 不像是那种很新的那种产业的那种感觉 那这台车呢开起来也的确能够感受到小鹏他们很务实很踏实的这种造车的精神 包括呢其实刚刚开了一小段下来呢 会觉得它的驾驶性呢其实是没有特别多的破绽的 而且包括它的电动机的这种介入啊 它的能量回收啊都做得比较的顺畅 不会说觉得这个电机的工作非常的粗暴 那能量回收的声音也相对比较小 那再说说就进到这个车厢里面呢 会感觉到完善度还挺高的 虽然说这个只是它的一个量产的试验版本 但基本上它的一些框架啊它的一些布置啊 这些用起来还是相当不错的了 唯一有个小问题是下方这个地方呢 其实有点感觉是有点像在模仿特斯拉啊 Model S啊它这里做了一个很大的储物盒 但特斯拉的那个储物盒其实也用得不好 用起来你的手要放得很低才能够拿得到东西 所以呢他们的G3呢好像是将这个中央的这个control的部分呢 就把它重新又升起来了 那样拿东西又会比较好拿一点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 你做一个互联网的电动车的公司啊 你很难在市场上去找到一个对手去做我们所说的对标 Benchmark这些工作啊 因为首先第一个你也很难去找到自己的所谓的同级的竞争对手 因为这个市场还没有饱和啊 坦白说就是每一个级别 每一个价格的区间你都可以有空档去把你的产品投放进去 所以你就很难去找到一个目标的车啊 去跟它去做一些对方的开发啊 你的性能你没有找到一个对手啊去做这种锚定啊 所以摸着石头过河吧 那这个1.0版本呢 开起来会感觉动力来得还不错 但是不像是很多的电动车那样一脚电门下去呢 就直接把人就按在座椅上面啊 这台车给人的动力来的线性度还是不错啊 不会说突然间吓你一跳 那另外呢 它也有这个普通的模式 有运动模式 有经济模式啊 等等的这些功能 它们呢 性格上的区分还是非常明显的 而且呢 在这个经济跟节能模式呢 因为它可以通过去控制它的最大的电流呢 来达到一个控制动力输出的一个效果 那这个呢 跟传统的内燃机汽车还是不一样啊 传统内燃机汽车你说只能控制这个节气门的开度 但其实实际上这个放动机的排量还在 所以你就会感觉到这种所谓的运动模式或经济模式呢 还是相对比较虚假的 但是在电动车上面 真的我就限制你的电流 你的经济模式呢 就真的没办法能够很放肆的开了 然后呢 如果换到这个运动模式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一步就不应该有了 我换就换了 我肯定知道运动模式会给我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对吧 我换一个模式 我还要点两步 还要在这个屏幕上忙操作 其实也会影响我的整体的行车的安全 所以这个可能下一步希望能优化掉吧 然后确认 哦哦哦哦 动力的响应就会好很多啊 因为又没有变速箱 没有这些砸气砸巴的机械的东西 就是电一到扭矩就直接到了 所以非常爽的一件事情 然后呢 它也有这个语音的输入 你好小鹏 前挡玻璃除物 我还没有学会呢 那它能够识别出我讲的是什么东西 但是呢 它没有将一些啊 真正的特别可能你在忙操作的时候很需要用到的功能呢 它没有整合进去 那希望这个只是1.0版本的问题 如果它有一个其他版本的问题 下一个版本像G3呢 能够把这一点做好呢 那就真的像一个很好的啊 所谓的我们说的很聪明的下一个时代的汽车了 然后呢 大家可以从这个屏幕呢 能够看得到 它其实它的车身的这一套摄像头啊 还有一些雷达呢 是能够识别出座位的汽车的 但是呢 这台车它并没有安装这个自动驾驶模块 所以它没有这个功能 毕竟这台车呢 只是说作为一台路式的验证车啊 所以所谓的 因为小鹏其实在这个自动驾驶那一块 我知道它的投入还是蛮多的 它的整个包括汽车的开发的团队呢 在所有的中国的这个所谓的互联网造车企业里面呢 它的研发团队是最多人的 1800多人 然后它的这个融资的规模呢 也是在所有的 除了蔚来之后呢 就到小鹏汽车了 那小鹏汽车 基本上啊 倾向于把所有的 荣道的资金呢 都放在产品的开发当中去 那你也知道很多企业它可能会做一些 更多的是一些 营销方面的东西啊 做一些企业形象啊 做品牌啊等等 但小鹏呢 是觉得产品就是它们的最好的形象 就是它们最好的一个品牌的名片 那所以这台车呢 其实开下来 说它是一个先行量产的验证版本 但其实它的整体的完善度 你开起来它的 包括它的操控啊 它的人际功能学 它的驾驶的界面啊 包括它的后排 坐起来的这个舒适度呢 我觉得已经坐得很不错了 就算把这样的一台车拿出来卖呢 我是觉得它也有很不错的竞争力了 如果你家里这个充电的条件允许的话 其实这台车一定你开过呢 就不会让你会有任何的这个反感的情绪 甚至呢 很容易就会爱上这些电动车的了 那这个1.0版本呢 大家可能会很关心电动车的续扬里程 因为我刚刚也说了 说你要有很方便的这个充电条件 那这台车才会日常使用起来的使用感受 才不会说特别差 那这台车呢 1.0版本呢 它的NEDC循环下面的续扬里程呢 是304公里 电池呢 用的是40千瓦时的一个容量 那接下来的量产版的G3呢 目前的电池的容量还是无可奉告啊 但是我刚刚呢 钻到了它的车底 看了一下它基本上 这个电池组的整个架构的设计呢 还是差不多的 布局是差不多 所以可能在能量管理方面 可能优化一下 或者说电池的供应商 也优化一下的话呢 可能做到有60千瓦时呢 那可能这台车 虚洋里程增加个百分之三四十呢 我觉得就已经很可观了 然后刚刚也说到供应商的问题啊 其实这台车呢 1.0版本呢 跟G3版相比啊 G3版呢 是更换了百分之七十的供应商啊 这个还是一个相当厉害的一个数字 那其实可以反映出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 这些互联网企业呢 真的 你是需要去给它一点 这个试错的空间 一些试错的版本呢 来让它去学习 如何更好的去制造汽车 那我也相信呢 小鹏付出了这70%的 这个供应商的学习的成本之后呢 下一个版本的汽车呢 应该会更加的完善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